下面问 弟子在念佛号的定中 心里很清楚会往生到时报庄严土去 请问这有可能吗 现在应该还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有疑虑 有妄想 你问这个问题就是妄想 那你有妄想 这种功夫 你要念佛 能够念到凡圣同居土就不错了 还指望时报庄严土 不容易 一定要任何疑虑 任何妄想全都放下 真正做到 不夹杂 不怀疑 不间断 你这样子念佛还有可能 那么平常通过经教的学习 就比较容易 为什么呢 时报庄严土 是等于开悟的境界 平常你多听经 明白净土为信 不出你这一心 所以你念佛时 这个净土就在现了 净土就在你念佛心中写出来 那个献出来的就是时报庄严土 你把这个道理真参透 真明白了 那么你这样念佛 还有可能往生时报庄严土 而且呢 即使没往生时报庄严土 到了极乐世界 也很容易花开见佛 一花开见佛 就吃时报庄严土